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是鱼腥味 但是又不太像 吴清清在一旁说道 阿宅也将目光回到了陈自立的身上 眼神中透出了一股不信任 陈自立急得都跳了起来 别看我啊 真的不是我干的 可以带我去看看你弄脏的那件内衣吗 阿宅走到吴清清的面前说道 就在我屋子里面 我带你去看 吴清清点了点头 领着阿宅回到了她的房间 杨言跟在后面 陈自立也想进去看看 可是却被杨言给拦了下来 色狼 女生的内衣你也想看 还说不是你干的 杨言白了陈自立一眼 轰个一声 就把门给关上了 就是这一件 吴清清从背包里面拿出了一件碧绿色的胸罩 我还没有来得及洗呢 阿宅接过胸罩仔细地看了看 虽然那腥味比较大 但是表面上看上去 胸罩很干净 根本看不出是有什么脏东西 而且那股腥味很浓烈 而且根本不像是鱼类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能够说得上名字的东西的味道 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 弄脏你内衣的应该不是人 阿宅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仿佛是碰到了什么高兴的事 不 不是人 扬言和吴清清听到这话都惊叫了起来 难道 难道是 嗯 虽然我不确定是什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绝对是属于超自然的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阿宅点了点头 这样说道 不是吧 这里难道有鬼 吴清清一把就将胸罩扔在床上 还是个色鬼 嗯 好可怕呀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扬言也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喂 到底什么事啊 陈自立站在门口 听到屋里两个女生的惊叫 又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 急得在门口直跺脚 阿宅想了想 不一定是鬼 鬼是无形的 很少会留下气味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可以让人看得见的东西 怨念特别强烈的恶灵丑外 但是要是恶灵干的话 那么内衣上绝对会留下痕迹 就是那种像是历青之类的黏乎乎的高状物体 不是鬼啊 那就放心了 无情轻松了一口气 拍了拍胸口 不是鬼 难道是外星人啊 扬言在一旁问道 阿宅笑了笑 有可能是怪物或者是恶作剧的妖怪之类的东西吧 这个世界上超自然的东西可不只是有鬼这一种啊 妖 妖怪 扬言捂住了头 哎呀 越说我越晕了 又不是拍修剑 哪来的妖怪啊 阿宅摇了摇头 脸上有些得意 没见过不代表不存在 在不久之前 我还亲眼见到了一个怪物 就发生在我们的学校里 天呐 吴轻轻捂住了头 作为一个受了多年良好教育 出入上流社会的职业女性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居然和一群人 在讨论关于鬼怪的事情 你的内衣被偷走了 吴轻轻的内衣被弄脏了 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有关系 阿宅沉隐了一会儿 作为主人 我觉得 不如我们去问老板娘 说不定她会知道些什么 说实话 我现在倒是希望 偷走我内衣的 是外面那个变态男人 而不是你说的什么鬼怪 扬眼感觉身上发冷 战战兢兢的四处观察着 似乎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躲在暗处 随时都会扑出来伤人 对于两个人不相信的态度 阿宅也没有太过在意 作为一个普通人 这种事情 不过就是电视剧小说里面的情节而已 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 才能够相信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阿宅没有理会两个人 静止出了房间 下楼去找老板娘打听去了 怎么了 到底什么情况 陈自立看到阿宅走出来 拎上去问道 阿宅没有理会他 直接走掉了 陈自立向阿宅不回答 只好去问屋里的另外两个女生 到底什么事情啊 我在外面听到你们在尖叫 陈自立问道 阿宅说 我们的内衣被偷和弄脏 可能是什么鬼怪之类的东西做的 吴轻轻的表情有些复杂 太夸张了吧 在这个科学的社会上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东西 一定是他在胡掰 我倒是有点相信了 扬言在一旁说道 你刚才也听见了 阿宅似乎对于这种事情很在行的 说得有板有眼的 不像是在吓唬人 怎么可能 陈自立摆了摆手 哪里有什么神鬼之类的呀 不过是人们的想象力太过丰富 所产生的精神产物而已 我看他是电影看多了 有点走火入魔了 不管是真是假 不如我们一起下楼 听听老板娘怎么说吧 扬言提议的 吴轻轻和陈自立相互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虽然不相信阿宅的话 但是内衣丢失的事情 应该和老板娘有些关系 三个人一起走下了楼 看到阿宅正在和老板娘谈着些什么 老板娘叹了一口气 唉 没想到啊 这都过去好几年了 还是这样 听你的意思 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 搞了这个时候啊 我也不妨实话实说了吧 老板娘坐了下来 表情有些奇怪 有三个女孩子来到我的旅店 差不多也就是你们这个年纪吧 我记得很清楚 三个女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结伴来我们镇上旅游 租下了三个房间 三个女孩啊 都长得很漂亮 又年轻 去说是什么 医学大学的高材生 那时候 我们这个小镇 还不像现在这样 旅游的人比较多 那个时候的小镇呢 挺封闭的 算起来 也就是个农村的地方 和外界啊 不太来往 那个时候啊 很少有外地的人来 更何况是三个 这么漂亮的小女生 所以镇上的小伙子 都像是疯了一样 天天的守在我家的 这个店门口 等着看那三个城里 来的漂亮姑娘 要知道啊 那个时候 若是找了这么一个 城市的大姑娘 做了老婆 那可是光耀门眉的事情 为了讨几个姑娘的欢心 镇子上的小伙子 使出了浑身的系数 而其中最能耐的 就是镇西头 李家的二小子了 李家二小子啊 人长得俊 又能干活 脑子也机灵 倒是很快的 就和那三个姑娘 打得火热了 不知道到底是 哪根筋跳错了 这三个女孩子 按说都是城里来的 长得又漂亮 眼界高得很 但不知怎么的 他们三个人 居然还都喜欢上了 李家的二小子 若是只有一个的话 那可是天大的喜事 可是偏偏三个 都喜欢一个 那就麻烦了 虽然这三个人 表面上都没怎么样 但是啊 我看得出来 这三个人都憋着劲 都想抢着 和李家的这二小子好 那就都跟了 那李家二小子 不就行了吗 陈自立在一旁插话说道 反正书上 都是这么写的 长得漂亮的 富家小姐 偏偏就看上了穷小子 哭着喊着 要人家泡 哼 三个人商量好了 不分大小 一块都跟了这穷小子 今天你和他睡 明天我和他睡 不打架 就像发了花痴一样 多正常啊 陈自立不经意的一句话 惹来了在场四个女人 凶狠的目光 立刻就闭上了嘴巴 老板娘没有理会 陈自立的胡言乱语 继续说道 这三个女孩子 虽然都长得很漂亮 但是啊 也是有个高低的 就一个小姑娘 姓什么我倒是 见不起来了 哎呦 长得那叫一个水灵啊 模样也漂亮 这脾气也好 还经常帮我收拾一下店 自己的屋子里啊 都不用我收拾 那叫一个干净啊 我就觉得呀 这种女孩子 谁要是娶回家去 那绝对是家里的一把好手啊 李家二小子也看好了这个姑娘 两个人呢 看对了眼了 经常一块出去 这事儿 看在另外的两个姑娘眼里 自然是不乐意了 都是漂亮姑娘 都自觉着呀 我不比你差哪儿 她怎么就愿意和你好 不愿意和我好呢 另外两个姑娘就和那二小子好的姑娘闹翻了 有一天晚上 我听到他们三个人在楼上吵架 吵得很厉害 漂亮的女孩子脾气都大 这个我知道 和李家二小子好的那个姑娘 自然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啊 我就看见其他的两个姑娘 眼睛红红的下来了 脸上还带着伤 应该是昨天晚上打了起来 用指甲挠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 三个人呢 算是真的撕破了脸了 谁也不和谁说话 还经常的下个小绊子什么的 另外的两个姑娘 神神秘秘的 有时候啊 会偷偷的趁着眉神的时候 说些悄悄话 这些 我都看在眼里了 但是 我不过是个外人 也不好说什么 可是 突然有一天 不知怎么的 可二小子好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 也不知道去哪了 反正啊 是不见了 晚上的时候 我还看着她上楼去睡觉了 可是到了早上 迟迟也不见她下楼 二小子在门口等了半天 都不见她下来 就上去找她 结果发现呀 人不见了 也不知道去了哪了 东西都在 可是人却失踪了 失踪了 阿宅皱着眉头问道 和镇子西面的那个少女失踪的案子 有什么联系吗 哦 你说的那个是王家的那个闺女吧 哎 那我就不知道了 老板娘摇了摇头 不过 王家姑娘失踪的时间 倒是和住在我这里的那个姑娘失踪的时间差不多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可能是同一天吧 报警了吗 阿宅接着问道 报警了 可是 就算是报了警也没有什么用啊 老板娘点了点头 我们这个小镇子偏僻 离着最近的一个派出所 也要有个三十多公里地 所里啊 就三个警察 还要留下一个值班的 当时啊 就来了两个警察 问了几个人的话 然后就走了 之后啊 这事儿 就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 怎么会啊 警察会这么不负责任吗 吴清清在一旁插口说道 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是警察呀 怎么可能随便问问 连找都不找就算了呀 找了 两个警察和我们镇子上的人呢 四处的找了几天呢 但是 也没有找到人 后来 警察也就不来了 毕竟 失踪的是外地人 警察人手也不够 也就不那么上心了 不是吧 一个大活人 在你们这里失踪了 警察也不管不问的 就这么算了 吴清清觉得 这个地方 极度缺乏安全感 陈自立在一旁接口说道 这很正常的 这里毕竟是农村 虽然这几年 看上去好了一些 不过在十年前 一定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小镇子 警察人手不够 一个派出所 恐怕要管好几个镇子呢 而且我估计 也不会有什么精良的装备 自然是不可能 为了一个外地人失踪的案子 投入太多的精力 没有人去派出所 不断地施加压力的话 很容易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成死案了 老板娘点了点头 是啊 当时啊 警察来找人的时候 连狗都是镇子上 村民家里面借的呢 不过呀 是家养的 用来护院的普通的狗 不是训练过的警犬 鼻子没有那么灵 那狗就在房间里面 转了几圈 叫了两声 就没什么反应了 和失踪的女孩 一起来的那两个女生呢 警察没有问他们话吗 阿宅问道 他觉得 这两个女生的嫌疑 相当的大 问了 可是什么也没有问出来 那两个姑娘啊 都说没有见过她 警察看也问不出什么来 就放弃了 后来 警察一走 那两个姑娘 就收拾东西 退房走了 老板娘回答道 那么和那个姑娘谈恋爱的那个男的呢 二小子本来开始的时候 还去派出所问问情况 可是后来慢慢的 日子长了 警察呀 也总是敷衍她 她的心 也慢慢的淡了 老板娘说道 毕竟是萍水相逢的两个人 又没有多少感情 不过就是认识了没有几天 有点好感而已 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个外人 伤了那么大的神 家家呀 也都有活儿要干的 总不能把家里的活儿都扔下 天天去派出所待着吧 陈自立在一旁叹着气说道 唉 悲哀呀 男人的悲哀呀 真不知道 那个姓李家的那个男的是怎么做事的 居然最后弄成这么一个场面 一个姑娘都没得到 真是太遗憾了 哦 那你的意思是 那个男的做错了 扬言在一旁问道 那应该怎么做 还用问吗 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这件事情再简单不过了 陈自立拍了拍胸脯 三个富家小姐 同时爱上了一个 穷苦的农家小子 这农家小子长得不帅 又没钱 又没有事业 但是那三个富家小姐 肯定都是被打了鸡血一样 脱光了扑上去 非要让他搞自己 那穷小子就装作很无奈的 一个一个的都推倒了 然后呢 这三个富家小姐 开始争夺那个男的 打得不亦乐乎 在战况危急的时候 那个男的搞出点惊险 而又不会危急到自己生命安全的事情来 比如说 在争吵的过程中 无意之间和某个女生滚下山崖呀 或者是在争吵的过程中 为了保护某个女生 被人捅伤了 又或者是保护一个女生 被另一个女生用枪打中了 反正啊 有多狗血就弄出多狗血了 有多不可思议 就弄多不可思议 最好把自己弄得精神崩溃 口吐鲜血 四肢残废啥的 送去住院治疗 最后 也不敢再争吵了 这场面 有多和谐就弄多和谐 然后呢 那个男人在极度虚弱的情况下 对三个女人表明真相 比如说什么 我不是人呢 我花心啊 我对不起你们呢 但是我是爱你们的啦 而且我对你们三个人都是真爱啦 每个人爱的都一样多啦 之类的 嗯 说的要多煽情就有多煽情 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 要多肉麻就有多肉麻 要多假就有多假 再浑身抖一抖 散发点什么奇怪的气力 动用一下忧郁的眼神 那三个女生 在她的那种特殊的气体和眼神之下 一定会又哭又嚎 向她保证 他们之间不再有矛盾 三个女生一起都跟着她 不分大小老婆 然后就是四批的激情戏啦 少看点小说吧 对大脑不好 吴清清在一旁 无情地打断了陈自立的意淫 回到现实的世界来吧 中国男女的比例是117比100 也就是说每100个男人里面就有17个人找不到老婆的 所以你以上所说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老板娘 我想知道你说的这件事情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杨炎在一旁皱着眉头说道 我们本来是来问我的内衣被偷的事情 哎 对啊 你不提 我还真的忘记了 陈自立这才反应过来 这好像和我们的事情没什么关系吧 其实啊 那一间一直不出租的房间 就是那个失踪的女生失踪之前住的地方 老板娘缓缓地说道 本来呀 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人也失踪了 那两个女生也都走了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可是啊 我想错了 自从那个女生失踪以后啊 那间屋子就经常 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有旅客反映 晚上有奇怪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东西动 还有旅客反映 他们的行李被人翻过了 还经常有人的东西被偷走 而且 这些奇怪的事情啊 都是发生在 住在那一间屋子里面的旅客身上 住在别的房间的旅客 都没有事 被偷走的东西 什么都有 钥匙 衣服 牙刷 哎呦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这事情啊 绝对不可能是小偷做的 开始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有老鼠 或者是飞禽之类的动物搞的鬼 可是后来我发现 此从那次的事件之后啊 不用说老鼠了 我这个旅店里面 连一只蚂蚁都找不到 什么苍蝇蚊子的 更是没有了 就算是我大夏天的把门开着 苍蚁蚊子都不会飞进来 本来呀 我觉得没有什么 可是后来有个游方的道士告诉我 说我这里啊 好像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住在里面 就住在那间屋子里 我求他帮我把那东西赶出去 他看了看 摇了摇头 说那东西不是鬼 他不过是个会点捉鬼倒数的游方道士而已 帮不上忙 要想不出事 最好就是把这间屋子给锁起来 别再让人进去了 我觉得啊 那道士说的有道理 发生了那么多奇怪的事情 不由得我不信呢 我就照着那个道士说的话 把那间屋子给锁了起来 不再走出去了 这么多年过来了 倒也是平平安安 直到我们来了 而偏偏你的房间又不够了 所以才打开了那间房 让我们住进去 阿宅的嘴角微微地翘起 我们还真是幸运呢 我也不是故意的 老板娘还以为阿宅是在说反话 表情越发的不自然了 虽然是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但是也根本就没有人亲眼见过呀 而且都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以为没事了呢 话说到这里 剩下的三个人就只有瞅目结舌的份了 没有想到 阿宅的估计都是真的 老板娘也承认了这件事 想起他们三个人都在那间 有怪事发生过的屋子里面住过 一男两女都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 怎么 怎么办啊 陈自立战战兢兢地看着阿宅 有怪物住在这儿 我们快走吧 不然会小命不不好的 怪事总是发生在那一间屋子里吗 阿宅看着老板娘问道 老板娘点了点头 哦 别的屋子都很正常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怪事的 那好 我知道了 阿宅点了点头 走到了杨颖的面前 今晚我们两个换屋子 你去那间屋子里住 我想看看那间屋子里面 到底有什么 不如 不如我们还是快走吧 想起自己的内衣 是被一个谁也没有见过的怪物给偷走了 杨颜差点哭出来 虽然老板娘说 别的屋子是安全的 但是 但是谁能保证 那个怪物不会跑到别的屋子呢 说不定会在半夜里把我们都吃掉的 吴轻轻点了点头 杨颜说的有道理 还是赶快离开比较安全一些 面对这种未知的东西 躲得远远的是最好的方法 阿宅摇了摇头说 那可不一定 怪物这种东西是很奇怪的 谁也说不准 他是一种什么习性 你们三个人都在那个屋子里面睡过 万一他缠上了你们呢 就算是离开这里的话 他也有可能会跟着你们的 那怎么办呢 我还很年轻呢 我不想死啊 杨颜呜呜呜地哭了出来 放心 有我在 阿宅拍了拍杨颜的肩膀 自从修炼那本练器术开始 我一直都想要试试 我到底进步了多少 我今天晚上就睡在那个房间里面 见见那个 谁也没有见过的怪物 你 你确定 有把握吗 陈自立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阿宅摇了摇头 没有十足的把握 竟然谁都没有见过那个怪物 说明他一定有着 特别的隐藏的能力 所以 我需要借一样东西 恐吓加上安抚 阿宅终于稳住了 想要连夜离开的三个人 决定在这个旅店里面 再住上一夜 看看事情的发展 扬言迫不及待地搬进了阿宅的房间 一步也不想再踏进那个诡异的房间了 就连行李也是拜托阿宅帮忙给拿出来的 他自己站在门口 接过阿宅递过来的东西 飞快地跑回了房间 关上门 而吴清清则是在第一时间将那件脏掉的胸罩扔进了旅店厨房的火炉里 阿宅仔仔细地打亮了一下这个房间 相当简单的布置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一个桌子和那个在角落里面的五斗木厨 阿宅仔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床铺的底下和那个五斗厨 除了最底下的那一层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打不开之外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木厨而已 将自己的行李放在了那个五斗厨的旁边 阿宅躺在了床上 等待夜深 今晚没有月亮 关了灯之后 屋子里面暗得很 不知为什么 阿宅总是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压抑感 特别是那个放置着五斗木厨的角落 总是给他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潜伏在那个角落里 看着他 观察着他的一切 这种不安 渐渐地转变成一种难以言喻的奇怪感觉 虽然阿宅有勇气去面对死去的鬼魂 但是面对这种未知的怪物 有的不仅仅是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与兴奋感 还有一丝淡淡的恐惧 一丝寒冷从阿宅的心里透出来 不是身上的寒冷 而是心冷 淡淡的 却如此清晰的从骨髓里面透出来的寒冷 一种莫名其妙的沮丧感闪过他的脑海 父母工作的忙碌造就了他那颗冰冷不尽人情的性格 而这种性格导致了他连个可以说知心话分享快乐和痛苦的朋友都没有 他想起了童年那个被他引以为知己的女孩子 当他在角落里听到那个平时和自己如此要好的女孩子 大声地和别的女孩子嘲笑他的丑事 声明自己和他在一起 只是为了他那富裕的零花钱的时候 他绝望了 对于友情 他已经不再有什么期望了 朋友 不过是用来欺骗和利用的而已 亲情 友情 爱情 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空患的骗局而已 这个世界最真实的 那就是死亡 早些发现这个事实 那么你就可以早些得到幸福 我这是怎么了 阿宅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可爱女孩的脸 我不是孤独的 我还有朋友 小萌不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吗 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 就算是在最危险的时候 她也没有抛下我一个人逃走 我已经有了如此珍贵的友情 怎么会对友情如此的失望 这种厌世的情绪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阿宅皱着眉头 回味着刚刚的那种心境 这不是我自己的情绪 似乎 似乎是另一个人 一个被朋友背叛 对于爱情失望的人 自开始练习明要给他的那一本练气术开始 阿宅明显地感觉到身体里的灵气风盈了许多 而且灵感也比之前灵敏了 对于一些特殊磁场的把握感 也一天比一天强 只是似乎自己的心境 没有灵感锻炼的进步的快 刚刚的那种被带入的情绪 就是一个例子 有一瞬间 阿宅的心灵 迷失在了别人的情绪里 不过还好 这是一瞬间的事情 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而这种情绪 却让阿宅更加肯定 这个屋子里一定有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影响到了他 似乎是什么东西摩擦所发出的声音 咯咯的响 从那边黑暗的角落里面传了过来 阿宅凝神聚气 虽然眼睛看不到 但是依靠着听觉 阿宅可以确定 声音是从那个五斗柜橱的角落里发出来的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出现了 阿宅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阿宅听到了似乎是用手指轻轻地敲击木头的 哭哭的声音 难道是那个东西 是躲在那个舞蹈橱里面的吗 阿宅越想越觉得 那个最下面被卡住的 打不开的那一层抽屉 有些可疑 那个用手指轻轻敲击木板的声音 还在继续着 就像是钟摆的摇晃 均匀 而且有节奏 声音不大 不小 就如同是在那个角落里 有一个时钟 秒针在准确地跑动着 接下来似乎是 一群摆动的 刷刷的声音 阿宅的手握得有些发白 他一只手握住了电灯的开关 另一只手捏了一个发掘 随时都可以出手 声音突然地停止了 就如同是被什么东西 猛地给掐断了一般 漆黑的房间里面 一片寂静 阿宅甚至能够清楚地 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 怎么回事 那个怪物走了吗 阿宅在心里盘算着 难道是因为发现了我没有睡着 或者是有向他攻击的意思 所以逃跑了吗 要不要现在打开灯拉看一下情况 就在阿宅犹豫不决的时候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摸上了他的腿 似乎是一只手 但那绝对不是人的手 虽然穿着睡衣 但是阿宅还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冰冷的温度 还有那干枯的触感 三 二 一 阿宅在心里默念着 同时运用其体内的灵力 雷厥 随时都可以出手 出手 阿宅猛地登开 正在沿着大腿摸索上来的干枯的手指 一个机灵从床上跳了起来 电灯亮了起来 一张干枯的充满着褶皱的脸 出现在了阿宅的面前 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真的很大 似乎是想要把阿宅的样子印在他的眼睛里 雷 阿宅一声怒吓 右手推出 阿宅想一次性地解决掉问题 所以这一次出手毫不留情 争取用一下最大力量的雷厥 将这个不知名的怪物消灭掉 意外的是 那本来应该从天而降的巨大雷电 并没有出现 阿宅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弄愣了 和那个怪物面对面地互相看着 怎么会 阿宅有些茫然 自从能够使用雷厥以来 还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发不出来的事情 阿宅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灵力就在自己的体内流转 可是却是发不出雷厥 阿宅的大吼 似乎也吓了那个不知名的怪物 那怪物愣在那里 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阿宅 这是一个干扁的干尸一般的怪物 如同一个没有缠着绷带的木乃伊 而那只干枯的手 仍旧保持着被阿宅踢开的那个姿势 那不是一只单纯的骷髅的手 干枯的手指上留着长长的黄色的指甲 那颜色就如同是一个抽了一辈子的烟的老烟鬼的手指甲 手指的皮肤已经发黑了 黑色的皮肤开裂 将灵力运到了手上 不管那个怪物是什么 用兵剑将它砍碎 那么自然就不会构成什么危险 如同是阿宅的灵力全部消失了一般 像雷厥尸灵一样 兵剑没有出现在阿宅的手上 今晚不知是怎么了 似乎它的所有的能力都消失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 连续两次的能力失灵 让阿宅有些失神 灵力明明还在 可是却是使用不出任何的法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同是干枯的树木碎裂时那咯咯的声音 那个怪物醒悟了过来 嘴里发出了难听的叫声 朝着阿宅扑了过来 眼看着那个怪物就要扑到面前了 阿宅才回过神来 想要躲开那个怪物的扑击 但不知是老天爷的故意恶作剧 还是阿宅今天的运气实在是不好 阿宅的右脚拌在了左脚之上 一瞬间失去了平衡 倒在了地上 干抠的黑色手指 在阿宅的眼前慢慢的放大 今天晚上的这些连续出现的出乎 意料的事件让阿宅的脑袋有些当机 黄色的指甲犹如慢动作一般的刺向了阿宅的眼睛 阿宅的心里泛起了一股念头 那是对于死亡的恐惧感 阿宅大声的尖叫了起来 眼泪随之流出眼眶 他从来都没有这么接近过死亡 就算是上一次在校园的时候 面对着那个杀不死的管理员的时候 他也没有如此清晰的感觉到死神的存在 怎么了 醒醒 阿宅 阿宅感觉到有人在摇晃着自己的身体 一个女孩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他猛地睁开眼睛 看到了吴清清和杨岩的脸 我这是 阿宅看了看四周 还是那个房间 只不过不同的是 现在已经是天亮了 大概是听到了阿宅的尖叫 吴清清和杨岩两个人守在他的面前 怎么了 你也做了噩梦了吗 杨岩在一旁说道 我上次也是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 一下子就惊醒了 你怎么样 吴清清在一旁 轻轻地擦去了阿宅额头上的冷汗 昨天晚上出了什么事情 我没事 阿宅深吸了一口气 那股死亡的气息还在他的脑海里面挥散不去 刚刚 那个只是个梦 我怎么会睡着了的 你还真是胆子大呀 吴清清在一旁说道 追到了这个旅店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三个人一晚上都没有睡 你倒是睡得挺香的 阿宅喃喃自语地说道 不应该的 我不可能睡着的 我记得 我清醒地守着 然后 一股奇怪的情绪涌了出来 再然后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摸我的腿 可是 我们进来的时候 你确实在做梦 我和清清姐 叫了你好久你才醒了过来 扬言在一旁说道 吴清清皱着眉头 这里看来的确是不能住人了 我们还是走吧 不管是有什么东西在这里也好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好了 反正 阿宅你的计划也失败了 也没有见到那个怪物 就这么算了吧 阿宅摇了摇头 不 那个怪物 是的确存在的 否则 我不会迷迷糊糊地顺了过去的 也不会做那么奇怪的梦 只是 我需要一点时间确认一下 你们先去楼下等我 我过会儿就去找你们 我们三个 还是快点走吧 不要陪着他在这里疯了 陈自立小声地说道 他一定是脑子有问题 我们可不能陪着他在这里等死啊 吴清清皱着眉头说道 陈自立说得有道理 虽然 他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 还自称见过鬼 可是事实却表明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昨天晚上的事情就是证明 对 对 陈自立在一旁附和着说道 而且还吓唬我们 说什么那个怪物会跟着我们 我看啊 就是想要让我们陪着他 在这里壮壮胆罢了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特殊的本事 可以抓鬼收妖之类的呢 可是不还是像我们一样 睡得死死的 还做噩梦把自己给吓起来了 可是我觉得 阿宅说的不像是假话 扬言在一旁有些犹豫 这种东西我们都不懂 但是我觉得 阿宅似乎是很有把握的样子 不像是骗我们 你还小 不会看人 陈自立摆了摆手 我看他呀 一定是属于那种精神失常的类型 对于正常的生活有些失望 所以想找点刺激 可是一个人又不敢 所以还要找我们垫背的那种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都要走了 吴轻轻站了起来 他会抓鬼也好 不会也罢 反正我是一天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哦 今天就走吗 阿宅慢慢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本来我还想让你们看场好戏的 阿宅 你就不要再在这里装相了 陈自立也站了起来 你昨天把自己吹得厉害无比 可是事实证明了 你根本就没什么本事 不要说捉鬼了 连个鬼影都没有看到 我再说一次 那不是鬼 是怪物 鬼的词长 我能够分辨出来 阿宅坐在桌前 喝了一口稀饭 缓缓地说道 不管是什么 那都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东西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得远远的 惹不起 我们还躲不起吗 吴轻轻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阿宅的话 昨天我们是相信你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才多留下来一天 可是事实证明了 你的确是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们要走了 如果你要留下来 那么你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好了 但是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可不要后悔 我承认 我昨天晚上的确是大意了 那个怪物似乎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可以将他的情绪强行灌输到别人的脑海之中 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在浑浑噩噩噩之中睡过去 产生噩梦 阿宅将碗中的稀饭一口喝完 继续说道 不过对于你的话 我要反驳一点 我不是没有见到那个怪物 我见到虽然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的的确确地见到了它的样子 哦 你不会说是你梦里见到的那个怪物吧 不要把梦和现实弄混了 梦境里的东西和现实存在的东西是两个概念 吴清清冷哼着说道 我有说过我在梦境里面见过那个怪物的吗 阿宅微微一笑 记得吗 我昨天向杨炎借的那件工具 我的笔记本 难道你 杨炎惊呼道 不错 阿宅点了点头 虽然我被那个怪物催眠了 但是在睡觉之前 我打开了笔记本的摄像头 整个晚上笔记本的摄像头都处在录像监控的状态之下 而监控的录像清楚地记录下了我被催眠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有兴趣看吗 人的好奇心是一种很怪的东西 就算是对于这种灵异类的事件有着本能的恐惧感 但是还是忍不住有一种想要得知真相的强烈欲望 只是看一看而已 没什么的 吴清清和陈自立两个人对看了一眼 轻轻地点了点头 到我房间看吧 我可不想再进入那个有怪物触摸的房间 杨岩在一旁说道 我去拿笔记本 五分钟之后 杨岩的房间会合 阿宅笑着站起身来 这种东西 可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够看到的 的确 当发觉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睡着了 而且还做了那么一个奇怪的噩梦之后 阿宅的心里有一种挫败感 等到吴清清和杨岩两个人出去之后 阿宅稍微冷静了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自己身体里面的灵力状况和法术 还好 那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 一只散发着寒气的冰箭出现在了阿宅的手上 锋利的冰刃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 挥舞着手中的冰箭 阿宅的信心又回来了 他有自信 只要自己是在清醒的状态下 那种妖魔鬼怪之类的东西 是可以随手消灭掉的 四个人在杨岩的房间里面齐聚 阿宅打开了笔记本 点开了一个文件夹里面的视频文件 这就是昨天晚上的监控录像 阿宅说道 杨岩的笔记本上的摄像头像素有些低 所以不是特别的清晰 但是好在有夜视的功能 可以看得出那个怪物大体的样子 另外的三个人一声不吭地盯着屏幕上面的画面 整个屋子里面只有阿宅的解说声和其他三个人有些急促的呼吸声 前半夜是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阿宅指着画面右下角的时间显示器说道 那里的电子时钟表示现在是在晚上11点左右的时间 阿宅将进度条向后稍微拖了一下 拖到了凌晨1点左右 看这个角落 马上就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画面了 阿宅微笑着将手放在胸前 我们是如此的幸运 很多人恐怕一生都看不到这种画面的 因为摄像头调整在夜视模式之下 所以整个画面是一片的惨绿色 更加让人感到恐怖 阿宅稍微地调整了一下画面 将镜头放大 就在这里 马上就要出现了 这是放置着那个五斗木厨的角落 惨绿的画面夹杂着不清晰的雪花斑点和色块 看起来是那么的诡异 啊 那里 那里 那里突然动了一下 扬言突然叫了起来 吴清清和陈自立沿着扬眼纸的位置看去 果然 那个五斗厨的最下面的抽屉明显地露出了一条缝隙 陈自立还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吴清清却感觉自己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他清楚地记得 第一天住进来的晚上 他费了好大的力气 都无法拉开那个抽屉一点 可是现在 那个抽屉却在没有人的情况下 松开了一道缝隙 我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催眠的 阿宅在一旁说的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 有一股相当颓废的情绪涌入了我的脑海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的意识就有些模糊了 那个抽屉一直保持着 那个裂开一条微小的缝隙的状态 一动不动 但是那条缝隙是清晰地存在的 在夜市的监控画面下 那黑色的缝隙 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东西 显得更加的恐怖 这种状态保持了大概有15分钟左右 那条裂缝用肉眼可分辨的速度 慢慢地打开了 速度逐渐地加快 同样加快的 还有房间里面三个人的心跳 终于 那个抽屉整个地打开了 没有任何的外力 就那么凭空地打开了 黑色的缝隙中 猛然地伸出了一只手 或者说是类似于手的物体 因为除了那分开的五个指头之外 实在是没有其他的特征 能够将它和人的手联系在一起 看上去更像是枯掉的树枝 或者是骷髅 房间里的三个人的心都猛地跳了一下 一团漆黑的东西 缓慢地从抽屉里面 如动了出来 是的 是如动 不是动物的爬行状态 而是类似于昆虫一般的 如动动作 鬼 鬼 鬼啊 陈自立的声音有些沙哑 这绝对不是鬼魂 阿宅在一旁平静地说道 仿佛那恐怖的监控录像 不过是中央台的动物世界一般的平常 一般的鬼 都是在过了十二点之后才会出来活动的 而怪物和妖怪却不同 大多的妖怪和怪物都是可以在白天活动的 只不过都有伪装 是不会被普通人发现的 大多都是实体 而鬼魂就不同了 鬼魂只能够在晚上出来活动 而且是没有实体的 若是那个鬼魂不想被你看到 普通人是看不到鬼魂的 只有那个鬼魂想要被你看到 用磁场影响了你的脑电波 你才会看到那个鬼的样子 不过 某些摄像机或者是照相机 因为某些特殊的光线折射 或者是平断的问题 偶尔会有拍到鬼魂的情况出现 而至于这个怪物 扬言的摄像头并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理 但是还是拍下了它的样子 说明它是实体 而不是灵体组成的鬼魂 画面上的怪物 整个身体都从抽屉里面 蠕动了出来 虽然画面黑黑的 看不太清 但是还是能够辨认得出 这个怪物似乎是一个人的形状 但是却又不像是人 整个身体是扁平的 如同一张叠起来的毛巾 或者说是一个被压陆基 整个压扁的人形 那扁平的人形怪物 在地板上 缓慢地蠕动着 就如同是一只毛毛虫一般 怪物慢慢地接近了阿宅 故意放在五斗厨边的行李箱 那如同干枯树枝一般的手指 抬了起来 费力地挑开了箱子上的拉链 将手伸了进去 那只手不停地在箱子里面翻着着 不时地会从箱子里面 拿出一件衣服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每拿出一样东西 那个怪物都会将那个东西放在地上 整个身体在上面扭动一会儿 然后再把那个东西用手放回到箱子里 那画面要多诡异 就有多诡异 等会儿 却统一是 就有多诡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